口罩实名制上路之后一大堆人都跑到药局报到 一排就排了好几个小时就为了买两片口罩 其实医药级的口罩一般健康的人没有特别的需要 真的不需要戴 新夏李志工妈妈就自制一种口罩布套 里面是可以更换绿材 既美观又环保 不仅可以每天更换保护的效果也很好 防范疫情带人小孩戴口罩成了最普通补货的日常 不过也造成口罩大缺货 新夏李志工妈妈想出妙招DIY口罩外套 是这样把它拉开 拉开照这个尺寸 我为什么比较大 就是缝混是口罩 就是买不到嘛 还要排队嘛 我们做这个的意思是说可以省下 口罩不中 不用天天换 又是很舒服 大家我们这个皮肤好像很舒服 缝纫技巧本来就很好的志工妈妈 运用拼布包剩下的棉布 再用一楼口罩当样板 拉开到最大面积 尖出纸板大扫 就能复制出一个又一个 两边加上一小块魔鬼毡 方便口罩取出 最后车缝组合 不到半小时就能做出好看又环保的布口罩 一个白蛋两个哪有够啊 这个一个口罩可以用三四天 这个还很实用 孙做不费啊 找不费啊 看你要什么学来用什么学来做啊 用棉布嘛 棉布要透气嘛 因为棉布这个棉布没有補啊 要透气 左营区新下里长黄庆德的博物处 平常就提供给志工妈妈做拼布包使用 如今面临医疗口罩数量有限 自制口罩布套 不仅可以把口罩留给需要的人 布口罩也方便清洗 一举多得 我们一个礼拜如果有这个外套 一个礼拜两片是够用的 现在这个防疫最重要 平常他们在做这个手工拼布包 现在就专心在做这个口罩外套 目前志工妈妈首做的口罩布套 以提供里内选手志工为优先 建议民众可以轻松DIY 就算不是裁缝高手 也能到布装购买喜欢的花样 用针线为自己也为家人 去做专属的口罩布套 记者张世民罗绍军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